1至4都是我們的節目 今天跟大家討論一下 來自內地國企 央企華潤旗下的香港零售商華潤堂 近兩天宣佈了 在下個月8日會關上全香港19間分店 全線19間店 全部倒閉 華潤堂是華潤集團旗下的零售品牌 香港已經十幾年了 會員計劃會在11月8日中止運作 有會職分的會員要在11月7日或之前去到分店 換禮券和產品 禮券最後使用日期11月7日 未用的禮券是不會退款的 這個信報資料顯示 華潤堂現在是有19間分店 今年5月的時候 其實還多 34間其實已經是縮了接近一半的 6個月 現在就要全部全部倒閉 如果是這樣看的話 速度都可以說是極快 在年中開始已經是打退堂股了 華潤堂是1999年成立的 屬於華潤集團旗下 主要賣了一些中成藥和保健產品 而較早之前 同系的超市U9 亦都削減了分店數目 分店5月其實都有157間U9 超市 高峰期的時候有超過100多間 但現在都是不斷地縮水 華潤有解釋 就說 由於業務受到外部不確定因素 以及各種營運挑戰的影響 所以決定關閉 原來這位立法會議員 是華潤集團的 粵港澳大灣區首席戰略官 就是這個立法會議員李浩然 就說 公司作出決定是經過長期考慮的 形容一個非常艱難和難過的決定 未來會集中資源發展創方和物業業務 就說 不是體淡市場 而是整體市場 特別是零售方面模式 轉變得太快 所以要用非實體店的方式來賣東西 可能是更加符合市場需求 所以其實說得很清楚 華潤今次收拾了華潤堂 很明顯是因為零售市道很頑皮 他們用高價錢來租舖賣藥 他覺得行不通 所以華潤也收拾了華潤堂 超級市場有一些賺到錢的 可能就繼續下去 賺不到錢的也收拾了 基本上華潤在零售方面的生意 今年開始的管理思維有大幅的變化 過去因為華潤作為國企 來到香港 想著來支持香港的經濟 佈局、插旗 到處都看到華潤的生意 可能對於國企來說 是有一個國家級任務在這裏 但隨著 越來越多的國企 都要注重 為股東賺錢 要不要令到 因為你虧錢其實是 某程度的國有資產流失 所以經過了 現在各個中資都來香港拆完期 現在想一想 是不是真的有必要 繼續保留一些零售民生生意 所以就選擇 壯士斷備 東方都就著華潤堂倒閉 做了一個專題 星期二的時候去到華潤堂的旺角分店視察 發現原來店鋪的桿管都說放在地上 都不理會 有一些市民聽到華潤堂全線倒閉 打算來掃尾貨 但很多都找不到什麼心頭號 也有客人說 喂 都沒有做清貨折舊 還貴過隔離間店鋪 這位陳先生就說 隔離店鋪優惠更多 所以來到華潤堂都敢選不下手 他也說 習慣了香港有倒閉潮 因為山市有很多店鋪結業 擔心一旦內地旅客都不繼續下來 所有零售店鋪都要倒閉 好厲害 陳先生 淡成這樣 另外附近工作的林女士就說 移民來香港之後 一直都有光顧華潤堂超過十年 買慣了 就說對結業都有點可惜 未來要轉去其他零售店鋪 但他昨天都沒有賣東西 因為店鋪都沒有入到新貨 另外一位就有在店鋪裡 光顧屬於少數的礦山 就說有些可惜 所以買了一些藥油 杏仁粉等等 但暫時都看不到店鋪推大折舊 花膠、瑤柱等等 他說現在他賣的貨物 種類都大幅縮水 以前洗頭水都有很多款 似乎華潤堂都識貨 不是想著要急著清貨 撿了的時候都慢慢散貨 不急 亞虎也就著華潤堂 跟不敵外部影響倒閉 就做了一篇相關的報道 說沒有公司是否另有盤算呢 回顧歷史 華潤堂是1999年成立 當時是華潤百貨公司的中成藥部門 分拆出來獨立營運的 一個中藥和保健品連鎖店鋪 提起國貨公司 他們在上世紀香港零售業 也有重要席位 50年代香港現戰洗禮之後 大型百貨公司寧寧可數 連卡佛當時走高檔路線 不是普羅大眾消費得起 所以做一些中國便宜的國貨公司 深受大眾歡迎 全盛時期有三百多間國貨公司 在全香港包括大地牌的校衣 雪花牌的冷衣 英雄牌口琴等等 都是很多人的回憶 但隨著香港之後經濟起飛 日資譬如大院 重板屋 崇光 以及英資百貨 馬沙 天祥 這些出現 國資公 國貨公司的規模也是收縮 現在只剩餘畫 華風 以及走高檔路線的中藝 仍然在營業 華潤堂 就算是保健類方面的一個專門店 雅虎說 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已經成功落實 不少香港人都不想吃飯 消遣甚至買菜 所以這可能是華潤堂 果斷斬攬結業的原因之一 華潤作為央企 擁有8間香港上市公司 9間A股上市公司 市值數以千億元計 華潤因應市況 這樣去壯士斷備 但仍然有足夠的子彈 是南征不土的 旗下的華潤飲料 亦都通過了港交所的聆訊程序 有機會短期上市 旗下的二保純正水 原來二保就是華潤飲料 二三年賣出了156億瓶 可以挑戰龍夫山泉 九六孖三 香港飲用水的股票獨霸地位 華潤飲料本身超過九成 九成都是純正水銷售 飲用水業務方面 佔龍夫山泉比重一半都不夠 同時華潤亦都有旗下的盤石 香港亦都117億人民幣 買入了長電科技22.5%的股權 另外亦都之前傳出 九十億來欺購新世界發展旗下的 河內道K11ARTMORE 所以是有些動作的 當然 我們剛才也跟大家說 華潤和倒閉應該就是一個 擺明的商業決定 華潤不是沒有錢 所以你也看到 現在就算全線11月倒閉 香港客載服務 年費一千元 請即訂購支持